请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曲线27岁来自辽宁销售顾问 女嘉宾朱女士27岁来自辽宁文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啊 在一起两年多了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你追的他 人家让你拐弯 你为什么要执行啊 就是他是个前妻这个人挺好的 后面就是相处时间长了 就发现就是他这个人 就是要求非常苛刻 要求苛刻 对 就是说必须就是按照他的意思来 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来的话 就是说他就会就是发脾气 无理取闹这种 今天谁要来的呀 今天他要来的 你要来干啥呀 他说我平时比较苛刻 就总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呀 那什么事情就是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呀 然后他就觉得我脾气不好 管他管得太多了 但是他就是日常生活中 他脾气才不好呢 明白了 就是我觉得他吧 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暴躁的人 然后生活中他总是这样 他烦躁我说他 然后他还不听 还觉得是我的错 我问你的问题是 你干嘛来这儿 你跟我说了一堆 就是 我俩在一起 就是也很长时间了嘛 也有这个结婚的打算 但是我就感觉吧 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小矛盾 解决不了 然后 那到底要干啥呢今天 就是要解决这些小矛盾 看一看他能不能改 他要是不能改的话 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跟他在一起走下去 哦 实际是还是要看看谁对谁错 掰扯掰扯 是这意思吧 也可以这么说 行吧 谁先说呢 我先说 他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暴躁 生活中吧 就特别容易烦躁 然后我就挺受不了的 因为我劝吧 他也不听 比如 然后就比如说之前 就是前两天 我俩周末一起开车去动物园玩 然后路上吧 就堵车了 那周末堵车多正常啊 然后他在车里边就骂骂咧咧的 就特别烦 这时候好 前面突然就插进来一辆车 这下好了 就摇在车窗 就跟人家骂起来了 骂我就说 你就少说两句吧 对不对 过去就过去呗 然后就下车了 下车跟人家骂的 就异常激烈 我就受不了他这点 你知道吗 就是旁边就引来 就是特别多的人 在那块围观 我就觉得挺尴尬的 然后怎么劝他都不停 就非得跟人家骂 这件事情我得说两句 其实我也不是个 就是无视生非的人 就正常就说 咱们一起行车 就是走在道路上嘛 当时就是我们要进动物园 两面都是实线 所有车就在那排队 就突然就有一个车 从后面非常不守规矩 夹三 就难免会有情绪上波动 是不是 我刚开始 我只想就是 教育那个车出两句 就是维持公共秩序 靠大家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两句 谁知道他就是 非常不讲理 回头他骂我 然后我再下去 再跟他理论一番 不是啊 他不讲理 但是他肯定会有别人说他呀 也不至于你 非得下车跟人骂成那样啊 后来是交警 就警察都来了 然后给他劝回车里了 回去以后他自己 就还没好 就是还是挺烦躁 就说刚才那个人 怎么怎么回事 那怎么在一起玩啊 就那天我都感觉 我心情不好 没情绪了 对 就没法一起玩了 就是他比较较真是吧 对对对 就非得就说人的 行 说是你的委屈吧 我们这场消磨争争 他总说我这个人自私 就说比如说有一次 他就是自私 就我们在一起吃米线 我就点了一份海螺丸米线 然后又加了一份海螺丸 会这俩人吃嘛 然后就当我想吃海螺丸的时候 那碗里一个都没有了 这事我就更尴尬了 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最不喜欢吃海螺丸米线 当天他点了一份海螺丸米线 又加了一份 我当时我合计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嘛 我现在还特别关心我 还给我加一份 我心里我也挺高兴 我现在就是人对我一番心意 我就赶紧吃完嘛 他见到他不喜欢吃嘛 他眼不见心不烦 他赶紧给他吃完 然后我就这样挺好的 然后回头他就不高兴了 我不记得 我以前有说过什么 我最不爱吃这个东西 而且如果我点了一份 我不爱吃的东西 然后你还吃得那么开心 那他这不是自私吗 我觉得他就应该先问一问我 吃不吃这个东西 是不应该先跟我加一个呀 再点两份不就没事了吗 这也叫什么汁 这不是点几份的问题 我就觉得他就是没在乎我 就没有存在感了 他就是连问我吃不吃 他都没问 是是是 就自己就全给吃了 行 这事也听明白了 还有就是那个一起 就是现在不都爱玩游戏吗 就平时生活中 玩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 他自己明明装备都已经齐了 然后他不管我 就一个劲地跟我抢 在那抢装备 那我怎么玩啊 那是不是一个团队啊 然后我说他 他还说你自己打得臭 怎么怎么回事的 对 你们俩谁水平高啊 我觉得我水平高 就是段位谁高啊 段位一样吧 对 我经常一起玩嘛 经常一起玩 你老是抢装备干嘛 你不都够了吗 不是 就是我抢装备 我都是为他好 因为他总是他感觉 他自己玩得挺好的 其实他玩得并不好 不是 你不都齐了吗 你让人俩怎么着 你那背包也放不下呀 不 就是根据情况 随时我换这个东西 我就为了保护他 行行行 我得为他保护他 就因为他玩得就太菜了 我最后不再 不能自己变强 我跟你讲 我才能带领他走向胜利 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能一起玩游戏不错 他就是自以为是 我觉得这就是 生活中一些琐事 他就感觉 就挺大的矛盾 我也觉得没啥事嘛 老是就是这样 在生活中无理取闹 我说他自以为是 就不是没道理的 他自己觉得 自己拍照技术特别好 我每次让他给我拍照 那都拍成什么样的 就一张照片 一半都是地 然后上面有个不大点小根 我一米六五 能把我拍成一米五六 然后我怎么能高兴啊 然后每次我跟他一起出去玩 都是我拿相机 在那给他拍照 然后他自己还不学 我跟他讲 你回去学一学 怎么能把人拍得好看一点 我学了呀 我觉得我现在拍照 明显有很大进步啊 对 对 就是 他那个进步就是 之前我不是说 那个腿罩的短吗 现在人家就整个 就是有的时候 脚都给我整眉了那种 然后他意识不到 他是构图问题是吧 我就感觉啊 换谁照啊 都能比他照得好看 那不一定 换我照比他照得还难看 我也不会拍照 对 然后后来 后来我也没办法 那你说人就学不会怎么办啊 他就没这个天分啊 然后呢 我就自己买个自拍杆照呗 有一天晚上啊 在那个路灯下拍照 我自拍 哎呦我天呐 他挑了一张 他的脸就是特别亮的那种 然后我的脸是黑的 发了朋友圈 我说照了那么多张照片 你为什么不能照 就是两个人的脸 都特别清晰地发朋友圈呢 为什么 就一个照片呢 再说他在我心里 一直都很美 哪张照片不都是漂亮的吗 选反而 选得特别磕磕的 我就感觉吧 他挺强词多人的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发一个 你脸亮的 人家脸黑的 我就随便选了一张啊 哎呀你真是真会说话啊 还挺会气人的 他就是不光这方面啊 就是我觉得我不太满意啊 还有就是平时啊 他还就是干涉那个我的社交 我发微博嘛 然后就有那个同学 在下面给我评论点赞 他就不高兴了 就是追问我跟人家什么关系 然后就非让我把人家给删了 就莫名其妙 这不是他讲的那种的 就是他那个微博啊 一共就有30个条 然后他每次发一条微博 他总是同一个人 可能点赞评论 哪怕是见第二个人 咱也不会多想对不对 你没点赞评论过啊 就他那个微博发也没人看 你看不看啊 我看啊 你点没点赞啊 我就没点啊 你为啥不点啊 我觉得没啥必要 对你不点不允许别人点啊 不是他老生的一个人点是吧 那咋了呢 就是咋正常人的思维 就是你要是朋友多行 然后点赞评论 我就一个朋友怎么了 会觉得一个朋友是一个男性 我觉得没准人家 就是顺手点赞 现在不很多嘛 刷东西就顺手点个赞 然后他就不分情况到外 非得让我把人删了 我就不删 我总不可能 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就莫名其妙把人删了 对不对 然后我还觉得 他就是双重标准 他就要求我怎么怎么样 他自己微信 就是跟他女同学聊天 然后 对啊 那你自己为什么微信 跟人女同学聊天 不 就是我说 因为我不是跟我同学闲流 我跟同学就是谈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就谈完以后啊 就是因为 我怕产生误会嘛 然后我就给那个聊天 对话话就给删除了 那结果 不是你聊工作 怎么会产生误会呢 我就怕他多想嘛 不是你要放在那儿 不就不多想了嘛 因为聊的时间比较长嘛 我怕产生误会 不不不 你要有内容就不会产生误会 这是做的确实有点不对 有点心虚了 有点心虚 有点心虚了 我是好心办坏事的 你少来吧你 问心自问 确实没就是说闲聊 但是就是怕误会 当时就是说思想简单了一点 就是没想到后续这么严重 你挺复杂的 你可不简单 就是死地乌银三百两 还有别的吗 这小子 我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 他也不让我去 这为啥啊 就是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我大学有一个男性的同学 然后要举行婚礼 很长时间都已经不联系了 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 然后他就是说 非要去参加这个婚礼 你说参加这个婚礼吧 要是说在就是我们家的当地 去就去吧 他在他大学的地方还挺远的 还要坐飞机 然后坐高铁 就周车劳顿 然后非要去 难免我会有误会 这什么关系 这么复杂 这么远的婚礼要去 前男友呗 不是前男友 就是正常大学认识的 对 我就说嘛 你有什么吧 你就往底里想 就是前男友吧 对啊 真的不是前男友 主人说得很正常 不是 那你是要去 是带着他一起去 还是自己去啊 我去参加我同学婚礼 为什么要带他一起去呢 你说我们那一桌 都是我们认识的 上大学的同学 所以就难免他有这个想法 对啊 我隔天就同学聚会嘛 然后也挺好的就去呗 后来去没去啊 我没去啊 所以我就感觉吧 他这人管的就挺多的 我觉得他吧 就是太爱吃醋 还吃过你什么醋啊 更搞笑了 他不光跟人吃醋 就我家养的狗 他都跟着吃醋 就总说我 对那个狗 就是过分地宠爱了 就嫌我 给那狗买东西多了 就花钱多了 怎么回事的 然后他那个天天遛狗 不是我说的 就我让他遛狗的时候 就我俩一起遛 他非要钱着 他牵着的时候啊 他那个眼睛 都不看那个狗 他车那么多 然后他都不看着 我就生气 他就是不认真 有的时候跟他站着 他就能踩着他 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用心 这就不对 他就不知道 就是我有多在乎 这个东西 他说的就是 特别夸张啊 就是说 你确定吃狗的醋 我一个大男人 能吃狗的醋吗 行 就是我的心里就是说 在他的心里 狗排在前 你排在前 就是当然是我排在前了 你确定吗 这鞋反应也不好说 你看 怎么事呢 就是你想 心里还是 你想他现在对这个狗 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就咱们就是双十一购物 对不对 买点衣服 买点鞋都正常 你花钱 你花个三四千 都很正常 他双十一给狗买狗粮 花四千多 四千多多吗 我觉得不多呀 双十一嘛 囤和挺正常的呀 而且狗什么都需要 不仅狗粮啊 零食 玩具 营养品 什么东西不要啊 然后他就说我 就总拿着这儿说我 说你给我买四千块 对 给他买了多少 不给我 我怎么没给他 那就没一起买 买四千多呗 这有必要 双十一你给他买了多少 就是买点那个零食 肯定没有狗买的多嘛 你我心里能有一千吗 挺幸福的听起来 挺甜蜜的 小日子过的 打不打算结婚啊 就是因为就是 年龄也到这儿了嘛 然后前一阵就是 说到这个结婚的问题了 然后就是说结婚的问题 就要结婚就要买房子嘛 就这儿就发生分歧了嘛 我就合计吧 就是买个新房子 然后住着就是 也舒适一下 就是环境能好一些 然后他就不 他就想那个换车 就现在有房是吗 对 他就想着换车 就是现在就是家里 有套房子 就是可能不是新的小区 环境就是说 稍微就是差了一点 重新装一下不就行了吗 他不行啊 他非要求买新呢 我不是说这个房子 我就感觉 他这个态度有问题 天天在那块研究 这个车怎么怎么回事啊 那个车怎么回事 自己开上能有多好看 多帅啊 然后他就对房子这块 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觉得没啥 我作为一个男生嘛 就是有点业怨 我平常就喜欢 就是研究过车 但是我这能力范围以内的 我也不影响生活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房子的东西嘛 就有片瓦遮顶 我觉得就挺满足的 而且现在房子也不是 就是说想象的环境 特别恶劣那种 但他总是要换一个 新的 我觉得就是他 不太在乎我的感受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他也不会去考虑 他就天天就研究他那点事 我就问个问题啊 他对你好吗 就什么时候你觉得 这个男生其实还挺温暖的 还挺对我好的 他平时上下班都会接我 送我 两年多都接送啊 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的 结婚以后还会接送吗 这一如既往嘛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对他挺好的 他都是些小事 他说的就是特别夸张 我也委屈 行了 事就摆在这了 听着还挺幸福的 但是我不知道老师们是怎么看的 在这种争吵的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让两个还挺相爱的人 老师觉得有点别扭 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们这舞台上面 就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当两个人啊 处于一个恋情 或者亲密关系的 权力争夺期的时候 就跑到我们舞台上来 让老师做主 就想着让我们几个人 就帮着一方压住另一方 问题我们不是婆婆 也不是法官 这种事啊 就是你们两个 未来的生活里面 谁的权力更大一点 谁应该听谁的 到最后还是要 自己靠自己磨合 不是靠我们说了算的 其实大家注意啊 就是恋情的稳定关系 它不一定说是平等 我们虽然很推崇 平等的恋爱啊 但是在恋情的 稳定关系里面 有平等的 有女强男弱的 也有男强女弱的 就只要大家都认 其实都挺稳定的 最不稳定什么呢 就跟你们这样 就是你强我也强 你不听我的 我也不听你的 这是最不稳定的 那么这个情况 是为什么会出现的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 更多的是 什么事都是想着我 以我为中心 我是怎么样 我要什么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 琢磨出一个 真正的属于你们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 就是你在某一方面 我是可以听你的 或者我是可以照顾你的 在另外一方面 我是可以给你面子的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赵春老师 一直觉得你们很幸福的原因 就在这儿 就是你们所有的事情 都是小事儿 但这种小事儿 让你们的情绪变得很不好 所以你们要顾及的 无非就是 不是自己的情绪 你们要顾及的是 对方的情绪 但凡你们顾及到 对方的情绪 所有的问题都化为乌有的 再来说男生 男生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的 天生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 是不是 也没有 但还行 还行 对吧 对 反正就是我说的 什么都是对的 只要是对我有利的事情 就是对的 对他有利的事情 就是错的 这倒没有 但是在我看来 刚才以上你们所有 种种的描述 我就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 然后呢 你们两个人就形成了 一种什么模式 相互较劲的模式 多小的事儿都要较个劲 就要争一个对错 就要论一个长短 其实在情侣当中 这样的心态是最要不得的 因为你如果一直在较劲 你往后两个人的 平常的琐碎的生活 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凡事都会较劲 不管这件事原则在哪儿 只要你说东 我一定往西走 这是情侣之间最要不得的 后来慢慢会演变成什么 会演变成赌气 我就给你对着看 我就变你这个劲 你们现在两个人 就有点往这个方向走 女方也是 你看你们刚才 一上来那小片 男方说要执行 你就非要诱拐 然后她也是 你说诱拐 她就偏要执行 导航都那么说了 我还就跟导航都对着干 就形成这样的模式了 其实双方都需要被认同 你们试着改变一下 比如说你赞同一次 她说的话 同样 你也赞同一次女生说的话 不要一上来 先急于否定 我觉得这是你们 现在调整的一个方向 然后那其次 我还想跟女生多说一点 就是你说的那些什么拍照啊 发朋友圈那些事情 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差不多 她不是说故意去选她亮的 她就随便一选 然后她也没觉得你好看 也没觉得你难看 就觉得发一下就完事了 就像在这种小事上 就不用再跟她较真了 因为较真最后气的都是你自己 就你一把心放宽了 然后小事上不较真 多给她一些赞同 多给她一些认同 相反 她可能还给你的 是更多的认同感 而且男生再多说一句是什么呢 她要的不是那个新房子 要的是你能够站在她的角度 为她多考虑一些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从一开始看小片到现场 就一直在争 其实在这个婚前 包括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容易发生这种权力之争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这种争呢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 两个人争的方向 就是发展方向 是朝着结婚的方向来努力的 这是好的方向 但是为了能够让你们把婚 始终认为恋人之间 情人之间乃至夫妻之间 如果对方说出以下这句话 对方是一定要在意的 那就是对方 是有点沉重 甚至是绝望地说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你脾气越来越大 你情绪越来越糟糕 你越来越不耐烦 如果对方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不在意 尤其是对方非常平静的口吻 说出来 而不是情绪化的时候 你要知道 也许你真的在这段时间 有些变化太大 有些过分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就是一开始吧 我挺欣赏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 就是挺幽默的 就是挺会讲话的嘛 后来就是慢慢生活当中 你就把你这个会讲话的这点啊 就变成了对我对着干 就是我说什么吧 你都怼我 我希望你以后就是能改一下吧 然后我就送你四个字 好自为之 接着干 其实吧 我认为就是 咱们俩相处这段时间吧 我觉得就是挺开心的 而且我到现在我也认为 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琐事吧 并没有就是提升到 你说的这种高度 我认为在一起挺好的 我就是希望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 就是以后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 像老师说的一样 多包容一点 多就是说 没有必要争执一点 就是不要那么较真 生活坦荡一点吧 亲胸开阔一点 谢谢两妹啊 也别着急 我们接受一切结果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